中文字幕志愿者 吴国人 这我 我一直给铁军打电话 可是他不接呀 人也没在公司 不过我给他留短信了 我给他打 他要是不来的话 我这一辈子跟他绝交 好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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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 你一定会没事的 前凡 前凡 身 放心吧 叔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好 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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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铁君马上就来了 他马上就过来 小虹啊 你是个好孩子 我们家最近 逃离做老婆 她 她是 她是夫妻 小虹 你不要 你不要哄我了 我养大的孩子 我晓得 她 她不会回来的 她不会来的呀 不会来的 不会来的 叔 你这马上就来了 叔 我都来了 他肯定会来 我等他 好 好 我等 我等他 我等他 我是变得心情太久了 我控制不住 我能理解 三十年了 小虹你别哭了 有话说吧 我听着 请 我 有话说 我 不是 我 天不该晚不该 她不该在那天晚上 做出那么丧德性的事来 来 先把我带出去 老贺 差不多得了 最近风生几天 前段时间还查仓 普丢东西的事呢 过两天我那个 是的 又要交出本费了 我得多拿几袋 你们要吧 你们先走 走走走走 沈沈沈 老马 老赫 这么晚了 你们 我 我 这么晚 你又在干吗 我 我看这几根脚铁 在唱块头 一直没人动 就想拿着回去 给支舞 敲我书桌 脚铁 敲我书桌 脚 你骗谁 我看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是你拿的 保卫科已经盯了你好几天了 我们看见你 进了仓库 藏在树根底下 拿脚铁做掩护 我看你就是那个 偷仓库的贼 对 就是你 你 你们 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做我 我是被冤枉的 走 为什么要做我 走 师傅 我是被冤枉的 保护 老四爹 为什么要做我 你们为什么不把事情 去搞清楚 师傅 你别跟过来 爸爸把事情说清楚了 就会回来的 师傅 没事的 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 我闭嘴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这件事情给我闭眼神了 你们俩给我闭眼神了 你们看起来 你没有什么 我闭嘴 你怎么没有 我闭嘴 我闭嘴 你怎么能做 我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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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嘴 你真的 你闭嘴 我闭嘴 你闭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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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制度纷会 无论台湾的ancSN delivering 公司不容达 去2019 Cleveland Series Exclusive 公司不会遭殊 89163 公司不容达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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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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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哥 我得过去 叔叔 叔你怎么了 琴琴 琴琴 叔 不是铁琴 帝琴 我是铁琴 铁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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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铁琴 铁琴 铁琴 铁琴来了 不晚了 不晚了 铁琴 铁琴来晚了 叔 不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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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就好 你就是来晚了 叔 来就好 不完蛋 你就是来晚了 姐姐 你别怪我说 让杨树 让杨树看看你的干嘛 让我看看 看看你的干嘛 好 叔 爸没有了 永远也不会有了 好 我在了 好了 不得了 阿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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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 要够的 好 阿迪 お咖 好 阿迪 就这么容易 然后 河远 蘑菇 生抽 粉末末 感谢观看 你还留着这双筷子呢 是你的东西啊 对吧 这是我给您做的 给我做的 是我给您做的 叔 这么多年 我没孝敬过你 我没看过你一回 没打过一个电话 就连我和雪红结婚 都没通知您说 我真敢死我 我敢死我 我敢死 天真 天真 我要这样啊 都我要这样啊 是压缩 压缩的错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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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的太地啊 你这样大自己 已经是在打压缩呀 叔 对不起你 现在你搞得很好 压缩 也启了个好老婆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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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啊 其他的事情 就不要讲了啊 你能够看 看 看压缩最后一页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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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就都毕业定了 姐姐 让杨树再好好馈馈你的吧 可是那个淘气的样子 妈 对不起 我现在才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 不让我跟贺家人来活 没事 你还生妈的气吗 其实贺叔叔要是早把这些事情 说出来的话 我想您也不会恨他这么多年 他是有错 他也有罪 可这一切都是为了铁军 你 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爸 原谅贺叔叔 您原谅了他 我想我爸的在天之灵 会铁军 会铁军 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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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也 也 导致 这么大 小熙 这张照片 是我进三面场第二天 我叔带着我去找的 左边被切掉那片 就是我 我叔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 人死不能复生 你叔叔在弥留之际 你一直陪着他 也算是尽了孝心 我想你叔叔也没什么遗憾 这么活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是因为我叔 你爸才出了事 别说了 过去的时间就让他过去吧 不管怎么说你叔叔这么做 也是为了你 你你也知道 你不认为我叔叔 这么活 谢了 没有你的话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再见到我叔了 我以为我有心理准备 可他这一走 我心里会是哭了 阿弟 和当年我们家那老头子 人这一辈子呀 他来的时候是一个人 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 咱们到了这个年龄呢 对这个生呀死呀 看得淡一些 是吗 叔叔虽然不在了 但是还有我跟铁军呢 咱们是一家人了 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对呀 阿弟啊 我当时有个建议啊 我说说你们俩听着啊 同意不同意再说 你说 你说董大静 我呢 在镇上呢又开了一个那一厂 现在是我女儿和女婿在打理着 这个厂里呢 我现在也是当家人 你要是不嫌弃 你干脆就搬过去住我那儿 这不合适吧 不是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呢 是啊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现在已经是到了 该享福的时候了 可是啊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你要时间长了 也会显得 显出毛病来 你说咱俩互相有个伴 多好啊 董阿姨 铁军她一定不会同意的 这 许鸿说得没错 我不会同意的 姨 说句您不爱听的话 您是怕我照顾不好我婶是吗 铁军 董阿姨是好意的 我明白姨的意思 那我也不会同意的 姨 我说她在的时候 我都没能尽孝 这我说刚走 我就只剩我婶的最后一个亲人了 您就让我好好尽尽孝 伺候伺候人家好吗 铁军 我 我 铁军啊 是这样 昨天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 住在你们这儿条件肯定非常好 但是 你跟雪红天天上班那么忙 谁陪着阿姨啊 她一个人住着会很寂寞的 到我妈那儿去 两人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 她会过得很快乐 就是铁军啊 你想想啊 我跟拿弟也快有三十年了 这三十年的话呀 我们俩得慢慢说 细细地说 好好地聊一聊对吧 对 铁军 你的意思我明白 你是想好好地孝敬我 可我呢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去你董阿姨那儿 我能帮她做点事 我这心里踏实 是 不 也不是让你做啥事 就是到我那儿咱俩有个伴 你说咱俩出去聊聊天转转 来到那广场啊 跳跳那个舞 你锻炼多好啊 开心的事我明白 我懂我懂 行了 别说了 这个事啊 我替你做住了 就这么定 哥 好 你放心吧啊 铁军 行 是我的错吗 我是辞了真二八斤的工作 在培领馆 我只是个医生 没生意没课 给你们自己想办法 跟我们有半冒险关系 一群白痴 袁军长 好 来吧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袁远达 这个刚才我太冲动了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 可是你也看见 我们医院目前就是这么个状况 您的意思是说 您这儿 不想要我这个实现犯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好不容易把你请来 怎么能让你走呢 再说了 这一行竞争得很激烈 您要是想再找这么高的职位 拿这么多的工资也不现实 你说是不是 那您想要我怎么做 笑脸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是国外的新产品 主要功效是调节女性雌激素分泌的 简单地说 就是一款美容保健药 这个药 还没有经过实验证症吧 这个药 还没有经过实验证症吧 而且我只是个外科症心医生 不是内科 院长 这药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用你的名声 推广一下这款产品 这应该不是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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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难题 我希望 你务必在三天之内 找到临床的实验对象 知道了 我找到临床的厉害 对 刘可之意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嫌我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宋 求你原谅的话我说不出口 你对我这么好 可我却一次又一次上来的心 我真不是个东西 现在知道后悔了 后悔 我长得都毁清了 好 宋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重新开始 没有你 我过得很痛苦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你了 你既然说得这么有诚意 总该拿点实际行动来吧 实际行动 有有有 给 这是什么 总 我知道 你为我伤透了心 肯定也过得不快乐 这女人一旦不快乐就容易老 所以作为补偿 我特意请朋友从国外搞到了这种 女性美容保健药 效果很好的 只要你按疗程服务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真的 真的 圆满 我真的非常谢谢你 居然这么有心 把万能美送给我 这是应该 你怎么知道 这药的中文名字叫万能美 你 我不仅知道它叫万能美 而且我还知道这药根本就没有通过药监局的检测 原来 你把它送给我是什么居心啊 我明白了 是他们让你去推销 可你又担心着要有问题 于是就想到先拿我当小白鼠对不对 你耍我 我是在耍你 我还可以告诉你 提出让你去推销的人就是我 好啊 圆满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要不就乖乖地把这药卖出去 要不就总人怨滚蛋 你太恶毒了 你太恶毒了 拜你所责 是你教会的我恶毒 原来 这就叫自食其顾 你 你以为这样 我就会认你摆布了吗 我原本是那么懦弱好气氛的吗 臭妖子 王阿姨 喝点水吧 好 这会儿真好事啊 这会儿 陪我出去走走 好 妈 我们出去一下 快点回来一会儿吃饭啊 再打我一会儿 吴阿姨你就放心吧 有我妈在这儿 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你要是想她的话 你就随时过来看她 这么活儿 我就一直在想 你说这么多年了 我属她一直在自责悔恨中过日子 其实最应该自责悔恨的 是我 我 自打去了三眠茶 她是没有少打过我 没少骂过我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她那时不懂得教育孩子 她是一直把我当亲儿子看待的 我却死要灭的不可认她 这么多年 我也没好好地孝顺她老人家 都怪我 都怪你 是 铁头 你叔叔辛苦了这么多年 他不愿意看到你这么痛苦悲伤 他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做一个好人 过好自己的日子 搞好自己的企业 你要相信 你叔叔在天上看着你呢 谢了 兄弟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呀 贺总哪儿亏待你们了 你们就是一群白耳狼 张总 钱总跟你可是贫疾 你可没资格这样说了吧 狐假虎威 狗仗人事 我先听贺总教训教训你 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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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 那姓钱的早有二心了 他趁你操办你叔当事的时候 就和他手底下那几个亲戚 找手跳槽了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早说呀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咱们接手了几个项目 三个 最要命的是 其中就有通合国际的那个项目 为了他你可投了不少钱 你别说话 让他们走 铁骏 贺总 都别劝我 小女的瓜不甜 人家早就找好下价了 我想留能留住人家吗 那也不能便宜了他们呀 话虽然这么说 但我不能这么做呀 更何况他们来之前 我已经承诺过 来去自由 他们可以做下三赖的事 但我不能 以后公司员工怎么看我 老陈 公司该借多少钱借多少钱 我贺铁骏不想购他们一分钱 贺总 这 铁骏 行了 我也累了 开了几百公里的路 不想谈这个事了 你是不是怪我 在你去马牙站这几天 没帮你打理好公司 什么呀 我说什么了吗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该发生的总该发生的 我真的没有怪你的意思 你先回去吧 谁打你站住 你把秦皇给我 你就成全我吧 我也是没办法 我快给曼玲给逼疯了我 是不是 你就是个畜生 你才是畜生 你也不想想 要不是因为你 这样就不会离开我 走 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常立雪啊 你男男可真不少啊 隔三差五就 嘴巴放干净点 我们是同学 同学 他谁啊 欺负你了 他拿了我的小激情 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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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给啊 好 没事吧 没事 谢谢 你是 我是圆满哪 你的小医同学啊 连班长都不认识了 圆满 好 刚才那是 那是 就是个畜生 进去坐吧 好 进去坐